我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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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台了 開台了 狗姊妹 還要去看三個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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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噢! 新加坡有沒有問題? 咳咳咳咳 清淡點 怎樣?怎樣? Over Over 收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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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聽到嗎? 喔!被上去,頂得好,小心點 Over?還沒見人影 新的畫面有沒有問題? 對呀!老友! 好,來了!被人射到上去 小心點,頂走先 還沒見到大家答話,因為我還是有點擔心 看到我才可以正式開始說話 怕你們聽漏了我的精靜巨子 聲音畫面沒問題 看到了 厲害嗎?沒有 我有點沙聲 一向是沙沙的 沙聲達,現在整支麥克風聲音沙沙的 有些人說是電音感覺 OK,現在呢 現在沒有沙沙,聲音正常 好,來了 這麼奇怪 現在好啊 所有事情都正常了,開始說 剛剛想說 最想說就是 一開始看路表里好戲 我看了一會 其中一幕比較有趣 可以跟大家說說 說說什麼萬爾文煮食 什麼萬爾文煮食 放一隻微波爐 放一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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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爆炸 整個微波爐 微波爐是直接壞鬼了 刺馬筋 你想想有沒有可能 砍上去 好啊 還有啊 可惜啊 你看看一個微波爐 你說放一個罐頭 進去爆炸 就有可能 你說放一個罐頭 進去微波爐 爆炸 肯定馬上爆炸 你說什麼放一隻蛋 進去的話 好像最多一隻蛋是爆 對不對 然後還有 然後他又拿了風筒 吹我什麼 午餐肉 他說什麼 午餐肉 還是火腿 他說什麼 很硬 硬到像石頭 急凍 然後他就 打算用火腿 吹暖 他 我說這個 他打算用火腿吹暖 用風筒吹暖 解凍 這樣 一吹之下 就 開始軟了 火腿可以煮東西 正常可以煎 這樣 這個 我覺得 神經病 我可以想到火腿來弄暖 那個人其實都很聰明 不是蠢 也好 有些人說 拿那個 拿那個 正常放些水下去 你說 急凍的東西 通常放在水裡 浸著 然後就會令到他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冷 就是用水來解冰 最快 但是你想到用風筒來 急著這樣吹 肯定是快捷很多 迫於無奈 你不記得 解凍的 你肯定就是要用這些方法 屎急馬行天 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 很有創意 這個方法 但是 後來他講一講 這裡是題外話 說了 他說拿一個風筒來弄火腿 解凍 之後他說什麼 區議員 他說什麼區議員 你知道人工是多少錢 他說什麼 兩萬多元 然後還有什麼 兩萬多元的區議員 什麼營運 開始 叫區議員 可以營運 就是要營運 這個 可能就是你要租 什麼辦事處 要請一些手下幫你 那就可以 就有 總共兩萬多元人工 兩萬多元人工 然後還有兩萬多元津貼 然後 唯一一個 我覺得這個劇情說得不錯 郭俊安就說 萬爾文你媽媽好像是做區議員 那你平時做什麼 他說什麼 監察一下 他說什麼 監察一下 當地用什麼 那些 那個區怎麼用錢 或者怎樣 他說監察一下 然後 郭俊安說了一句 我平時都不見你媽媽做這些工作 我只見你媽媽走走走走走 什麼都沒有做 我聽完之後 暗暗一笑 我笑而不語 郭俊安說 然後還在問 那什麼 然後問萬爾文 那立法會議員是怎樣的 當然是萬爾文 又回答 立法會議員有百萬多元 他說除了百萬多元之外 還有很多 一個月有幾個 四萬多元 四萬多元 也是營運開支 他說還有辦事處樽 因為政府本身會有些位置 有些政府合處 給你 選擇一個位置 給你做的辦事處 如果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你可以在外面租一間地鋪 或者怎樣去做 政府說 給你錢 還有什麼實報實銷 這些是實報實銷 什麼 津貼 還有交通 還有房屋津貼等等 他說加上一個月 也有十多萬 郭俊安說 哇 金筍啊 你說怎麼做 萬爾文 年滿21歲的香港市民 有機會做到 不過要有人投你票才行 郭俊安說 我是郭俊安說 那很多人投我票吧 我是郭俊安 還不投我票 好 給下去 這一下 哇 給得這麼透 可惜被人難倒 那 就是這樣 一聽下去 你是不是覺得 立法會議員很棒呢 這份工作 什麼都要有津貼 咬下去入了吧 什麼都要有津貼 百萬多元 還有立法會議員 是不一定要上班的 你知道嗎 最重要的 最重要才是這一點 啊 這個 那些什麼工資 那些 當然你就說 扯大把工也就是 什麼 我 我是蓋茨 什麼董事局 什麼 什麼議員 董事局 什麼 什麼 好 我蓋茨一個月幾百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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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蓋茨 是老闆 也可能可以不用上班 立法會議員 是真的 我喜歡不上就不上 你們咬他不進 因為他那份 員工沒有一個 僱員合約的 你當選了之後 就說什麼 必須出席率多過多少多少 是沒有的 用不需要病假 不需要 你不上啊 吹啊 你這樣說 當然你不用那麼全 你不用故意在椅子上 吹 今天不上班 或者怎樣 總之你就可以 不上 是不是爽得爆呢 這份工 或者你回去也可以 你可以回去打NDS 有人拍過 回去 回去議會打NDS 玩手機 轉豬 睡覺覺 睡覺豬 也可以 這是香港夢味 我是全香港的打工仔 你應該瞄準 立法會議員這份工去做 下屆 大家全部一起參選 現在有多少人 四千多個人 立即全部去參選 都多 爭點吧 家人的票 起碼要投回自己 分回魂 先 倒回魂 有人說什麼 屎急馬行田 怎麼解釋 屎急馬行田 屎急馬行田 的意思就是這樣的意思 可能 有些人會用帳棋的解釋 說 馬本身是行日治的 因為一時屎急便行田 如果你有玩帳棋 就知道帳才行田 這是錯誤的 在春秋戰國的時代 達潮其中有一條村 那一條村 曾經何時有養戰馬 很厲害的 那條村 達潮北部 東北位置 全部都是創造超級千里馬 赤鎬 的路 的路 爪王 飛電 全部都是達潮東北部的 話說有一次 達潮的馬 就是蜜齒主人形 因為達潮所有人都是禮義之士 禮義之邦 全部都是很有禮貌 好 展開國球 再跟你說 什麼叫屎急馬 蜜齒主人形 所以那些馬 全部都是很有禮貌 一定不可以在街上鎬屎 他們一定是要有馬的公尺 他們就算放牧 都不會在街上鎬屎 就馬上鎬屎 話說有一次赤兔的祖先 赤兔的祖先 赤兔的祖先叫 赤... 哇 哎呀 赤兔的祖先叫赤龍馬 話說有一次就是這樣 他有一次在野外放牧 他自己運貨 那些馬 不用人家控制 自己懂得幫那些村民運貨 有一次運運貨 赤兔...赤龍馬突然很急死 他就急著找公尺 那你知古代是用武龍為生 那時候 很多農田 農田 農地 那有一次他就因為太急死 他就沒有故意到農田 就照樣說你種了那些稻水 和啊 蜜 就趙充產 他為了去挖屎 那就是為了 屎急 馬行 田 意思 那並不是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行田誌 行日誌 那個不關事 因為急著 一切連農田的農作物都 至諸不理 就為了屎級馬行田 那些馬就照樣 車下去 那些 農水 農作物 阿潮是千秋萬世 現在到現在在平行時空還在存活 沒什麼問題 哇 小心啊 又被人省中 好 來了 給他上去 再頂啊 可惜 那就是這樣吧 總之立法會議員 就是這麼多 這麼多人工 爽歪歪 可以 傳到那一部 未以求 最好 打工的話 假設你不是做老闆的話 我想這份工作 已經是最好的 說真的 你做四年 立法會一屆好像是四年 沒有記錯 還是幾年 你做一屆 但是呢 就算那天你全部不上班 然後你就去做其他老闆 什麼職業 還可以多打一份工作 因為你可以打兩份工作 好 然後做其他兼職 賺兩份糧 四年多都夠你買樓過世 因為那幾年你有什麼津貼 房屋津貼 什麼津貼都要有 那你就不用支出 應該爽得爆炸 然後還有一個新聞 話說今天就 有一個人 不知道他是什麼 在窩打老道 窩打老道 有一個天橋底 高速公路下面 其實有一個倉庫 倉庫的東西 本身是鎖的 你平時走過的高速公路 在天橋底 應該都會見過 一般來說 就會被人鎖 近日有個男人 爆開了他 突破的鎖之後 在裡面就住 放了一張床褥 除此之外 又不知道是什麼間房 他說懂得間房 好像一房一廳 他懂得自己在裡面間房 裡面還拍了自己的電單車 還有做倉庫 放貨等等 全部都住在那裡 裡面是有電燈的 你不用怕烏燈黑火 因為平時這個貨倉 是被那些路政廚 或是怎樣的 維修 或是怎樣的 去那裡放一些工具 或是資源 於是這個人就進去住 至少都住了三個月 最大的問題 後來為什麼會被人發現 話說他有一天 去偷電 他看到那裡有些電錶 他說不如試試偷電 因為裡面有冷氣 可能太熱 他決定偷電錶 在開冷氣裡面 涼冷氣 爽爽爽爽爽 後來過了幾個月之後 就發現 路政署的人發現 為什麼電費高到 好像一個四人家庭 那樣的電量 有機會了 比上他可惜 突然 四人家庭的電量 於是覺得奇怪 就去調查 他一調查的時候 就想要開門的時候 路政署的人開門的時候 就發現裡面好像有些喧嘩聲 即是有些人聲 而且在裡面反鎖 那時候路政署的人 心想 會不會裡面有人綁票 或是怎樣 很嚴重 那些人有些人的吵鬧聲 或是怎樣 於是他決定 報警 你知道警察不是 不是爆鎖專家 爆鎖也要找消防員 警察跟消防員一起到 消防員爆鎖 發現原來這位男人 躲在裡面睡覺 在大教訓 然後立刻被探訪 說要抓他 罪名就是不知道他偷電 好像是 然後他被拘捕的時候 記者剛好也在 然後記者 就看到他笑笑口 他說他笑 很輕鬆 被拘捕的時候 一些露氣 或者什麼老修成露 他就很輕輕鬆 笑笑口 然後我就出來 他說 我是被你抓到 笑笑笑笑 然後 然後 那些記者就問他 為什麼你要住在這裡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 之後他就說 本來他是一個漁民 後來他就做司機 做一做就不太好 做得不太好 失業 於是他甚至乎 把自己以前的漁民的山板 都放在天橋底上 這樣 然後就住著 然後才被人發現 然後他說 裡面還有其他雜物 有很多的 什麼兒童單車 什麼 電單車 什麼日用品 等等 那些濕性的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 他說應該都 住了有一段時間 這樣 然後 那些人就在這裡留言 就說 其實如果他不是因為用電的話 他可能住 一年多兩年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已經住了三個月都沒有人發現 他說 平時的人 說真的都很少可見 他用這些創符 什麼路政署整路 我想不想住這些 他就說 省很多屋租 他也有這樣說 他也有讚賞 他說 他說 那些裡面也挺好住 他說 又沒有什麼蟑螂 或什麼他住 放在床褥裡睡 睡得很開心 什麼 請解釋 放一個微波爐 放一隻雞蛋 放一隻雞蛋 放在雞蛋 放到雞蛋 放在雞蛋 放在雞蛋 放到雞蛋 然後 然後 用火腿催暖 把火腿催暖 用火腿催暖 這是合理 可以說 什麼為之用火腿去催暖他 話說以前 以前印度人有看街霸 街霸的印度人 你知道印度人會噴火 話說有一次就是這樣 有玩街霸 街霸2就知道印度人有整家人 一家有20個子女 話說這是街霸2外傳 街霸2外傳 街霸2外傳在20多年前出版 你去找《經達潮》出版社出版 你可以找回四格漫畫 話說印度人有很多一家四口 他們家境不太好 印度人不是去街霸 所以收入不是很高 話說有一次 他回到家裡發現 那些子女 吃冷飯菜汁 家裡沒有錢 沒有錢交煤氣費 沒有煤氣肉 吃冷飯菜汁又沒有微波爐丁 於是他就在想 看見自己的子女 這麼可憐 吃冷飯菜汁 吃冷飯菜汁 沒得翻熱 於是他就在想 是的 他的老婆 印度人的老婆 跟他說 老公不如你幫他 他說他不是會噴火嗎 他說你煮熱他就可以 他說煮熱火腿 他說這樣說 但是印度人的老婆不行 一噴火下去就燒焦一點 他唯有吹暖氣 他就是把火吞在口裡 不噴出來 就這樣吹風 他就為之吹暖 吹暖 吹暖火腿 他 這是一個典故 就是形容一些人家裡 這個成語是怎樣 就是形容一些人家裡 很窮 加圖四壁 就連生火都沒辦法 沒辦法 翻熱火腿的時候 就要學習技能 就要發奮圖強 要聽老婆說 聽取義見 就是要窮則變 變則痛 當然是為之 吹暖火腿 這個是一個新的成語 好 來吧 小心啊 可惜啊 都沒有被人拿到 好 來吧 一路拖喉 太迫了 小心點 可惜啊 都被人衝了出去 放一個微波爐 落隻蛋裡叮 又是怎樣 放一個微波爐 落隻蛋 落隻蛋裡叮 就是這樣 以前 有一個叫修理蛋 嘩 以前有一個人 叫阿蛋 阿蛋 做那些技術工 那些維修工 哈哈 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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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有一個修理技工 很出名的 就是 什麼 你那些電視機 爛得只有一顆螺絲 你交給阿蛋 你也可以修理好 修理好電視機 那這個人 人家就稱他 修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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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阿蛋 這個技工 就出了名 難道 任何機械 只要是電子 水電的東西 難道 708落 都可以被 這個阿蛋 弄到的 那 剛剛我說的 是什麼 拿個微波爐 下去 阿蛋 每次 阿蛋 修理完的東西 很多人排隊 等他修理 他做好一件東西 就會敲 叮噹 那些門鐘 一按下去 叮叮叮 那些人 久而久之 那些村民 以為 聽到阿蛋 一叮 就代表機器心 你好了 他為之 拿個微波爐 下去阿蛋 在那裡 叮叮 明白嗎 好 好 好 有機會 可惜差點 還有 刺近 這樣 一路死亂 YES 可惜 還是拿射不入 這個人 這個人 好 好 這就是修理蛋 有人說 阿蛋 剛剛我看到有人說 阿蛋 是不是 TVB演員 當然不是 這是一個傳說人 香港 傳奇 你知道 香港 七十六七十年代 香港 獅子山下精神 什麼都可以 這個人 就是憑著獅子山下 獅子山下精神的修理方式 把所有東西 憑著他一雙 考手 把所有東西 修理好 現在已經發彈了 成為億萬富翁 他不會再 改變 緩成 因為怕他有錢 很恥笑 原來你以前是做什麼技工下難 他現在已經 沒有再提這個 但熟活了這麼久 幾百歲人才能知道這些 江湖一事 所以就算我說的 他有什麼修理彈 你都不會知道 知道誰 不相信 你問問你 你爸爸媽媽 可能就有聽過 誰是修理彈 或者問問你 阿爺阿婆 這年紀 阿爺 知道誰叫修理彈 聽人說 獅子山下 弄電器 很厲害 可以試試 好 來吧 哈哈 我剛剛看到有人打六隻字 我已經笑了 抽筋 什麼繼續 繼續 我沒有 什麼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什麼叫繼續 大概就是這樣 解釋完了 你們不明白的成語 放心 我不會誤導你們 我永遠都只會說真話 真理 好 來吧 比上去 出個靈波吧 追回球 來吧 進回球 先說吧 然後我今天還看了一段影片 神經病 都很瘋 有機會 再射靈波 在Facebook看 話說是怎樣 是俄老片 影片中 就是主觀視點 角球 角球大師 一開始就有個蛾妹 誰知道蛾妹 因為她有說話 還有那些體型 有時候賭影會看到 有個蛾妹在騎電單車 他就說什麼 類似執行正義 還是怎樣 他會專門找 因為有些人很無公德心 很喜歡在車上 扔垃圾 把煙頭 四圍扔 哎呀 四圍扔 因為他懶得下車 他就會在窗裡 直接扔出去 一開始就專門捕捏這些 不武功德心的車主 一開始就找到一個車主 不知道是扔煙頭 他旁邊有垃圾桶 但是他也不扔 他就這樣放在地上 這個蛾妹就很生氣 即是馬上駕駛的電單車上去 然後你知道垃圾桶頂上 是鐵兜 專災煙灰還是什麼 然後他整個鐵兜 就一下子扔 扔到窗口 整個煙灰 弄到他的車子髒 然後他就馬上 他還要破口大罵 然後馬上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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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沒完 他不只有一單 扔下去領埔 然後第二單 好像有一個人吃老麥 好 鬼佬很流行 那些叫什麼 DRIVE 或者什麼 你買老麥 不用下車 就這樣扔到窗口 給錢 好漂亮 然後有一個人吃完 在老麥的停車場 隨街 扔下去 那個人很生氣 那個女騎士 首先他撿起老麥的袋 然後追上去 開電單車 追到車旁邊 然後他很聰明 叫你先下槍 先下槍 先下槍 有話跟你說 然後那個人 就馬上下槍 什麼事 他就把老麥的袋 扔下去 就變成有汽水 還是奶色 白色的 一馬上打 倒死了 然後那個司機 已經瘋了 那個司機 就馬上狂鬧 但是這個女騎士 就馬上離開了 然後還有幾段 不記得 都是類似的 就是把那些垃圾 扔回別人的車 那 其實這個 我當然覺得 他尊重 功德心的行為 很大 但是俄羅斯 如果你有記得 我之前說過一段影片 就是說俄羅斯的交通 即是交通片 有時候那些人 是瘋得 在交通情況 不如意 現在車毛 撞到他 或是怎樣 就馬上拔出槍 感覺上俄羅斯的 好像很危險 但是這個女騎士 就夠僵 這樣做 覺得 真是戰鬥民族 那些女人 立刻又想起 那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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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刺根 這樣也接到 啊